盘点动画里的客串角色之熊出墨片 熊出墨逆转时空待电影 光头墙带着熊大熊二门逆转时空再次拯救地球 逆转时空里出现的这些角色你们都知道吗 经过上一期的看图猜决设明 我们可是申选出一大批假的夕阳人会太狼烦 黑粉更是一个都逃不掉 这次看看喜欢熊出墨的你们会不会也是个假烦 熊出墨 那更简单啦 这可是比夕阳阳还晚播的动画片 作为熊出墨的元老粉 相信在座的小伙伴没有一个比我还了解的 不是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个表弟可真是钱 但我的粉丝可不会输给你 一起好好打打这个表弟的脸吧 第一张是因为酷似小表妹的女生 不得不说这气质和颜值 简直就是第二个小表妹呀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要我说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毫不相关 你看人家长得多漂亮可爱 你还就是个母老虎 好好好 今天这集就到这 先让我收拾一下就臭小子 求你 求你 咱们回归正传 相信小伙伴们已经猜出来了吧 她叫小可 是电影《狂野大陆》中的新角色 她是一位快乐摄影师 同时还是光头强的小迷妹哦 光头强都能有迷妹 为啥我没啊 难道我长得丑吗 我做得很丑吗 那我走 谁有点自知之名还是不错的 光头强现在颜值可是赶紧的 你可别胖子的人家 下一位是拿着棒棒糖的钻石王老五 像这颗金牙戴着附近似眼镜 一看来历就不简单 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这不会是王老板吧 记得天才威还是他的手下呢 表弟你终于露出你的技巧了呗 还说自己是真爱犯 这个是李老板 他抠门小气精神打电话去 光头强叫木头 内心去深藏男人的温柔 不然光头强怎么会叫不到木头 生活还有保障呢 想不到李老板还挺贴心的呢 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老板该多好呀 工作没有完成也有工资发 我看你从天遇上百来 咱们继续看下一位角色 这是一只数尔大肥猫 会不会是森林里熊大熊二的伙伴之一呢 了解你说对了一半 这只大肥猫叫肥波 当年可是城市里的猫中老大 不过后面流落天涯 来到狗熊岭 成为了光头强的宠物 哎呀这光头强生活还挺不错嘛 不仅朋友变多了 颜值变高了 还有小宠物 那么小伙伴们 你们猜出来了吗 第四位是 哎这不是迷你世界里的妮妮吗 才跑来这儿客串熊出墨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了解 你这都不知道呀 这不是咱们迷你世界里的妮妮 她叫奈亚 她是奇幻空间中的女主角 金鹿角的守护者 有着敏捷的身手 还能与森林万物交流 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呀 表弟你别放话吃啦 我的评价是 熊出墨官方能邀请我去演一会儿女主角不 片酬什么的我可以不要 只要是想笑一下镜 嗨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无论是小可还是奈亚 哪个颜值都能吊打你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谁颜值最高呢 我也就预判到我的支持率一定是最高的 咱们继续看下一位角色吧 这是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女孩 穿着光头墙的衣服 难道是光头墙的女儿 你可别瞎说 我看了这么多集就没见得光头墙有过女儿 她叫嘟嘟 是夺宝熊兵里登场的角色 嘟嘟是一个孤儿 因为阴差阳错被光头墙带回家 在狗熊林中和大家度过开心快乐的时光 并最终打败大马猴和恶狗那些坏人 嘟嘟其实是光头墙的干女儿 看来我还得回去恶不熊触摸的动画片和电影才行 我可不能比表弟害羡 最后一位是带着好领心的小学生 这个怎么有点面熟又有点陌生呢 不愧是 没错啦 这也是小时候的光头墙 皮肝粉当然的一下子就猜出来 不错嘛小表弟 这些角色里你们都猜到了几个呢 有个人 好